譬如說我今天晚上吃飯的時候 我就可能會藏兩個饅頭在包包裡 因為第二天早上我要跑 我一定沒有精神 沒有體力 所以我就一定要吃這些東西 可是原住民很厲害 班長第一圈會跟著你跑 第二圈開始跑的時候 班長會停在裡面 你們就跟著繼續跑 他會在那邊看 原住民太厲害了 他餓喔 一口就吃掉 他不是 他旁邊有草那些 抓來吃啊 抓一個什麼 就是那個 他一拔起來 有一顆圓圓黃 白白的透明像蘿蔔一樣 身體就打一打 那個土拿掉就 你是幾年次 我是74年次 74年次 可是我算比較完蛋了 所以我跟各位學員 跟他差了好幾百題吧 你什麼態度 沒有 我那時候 我們怎麼樣是老是不是 你是不是 我老是不是 你搞什麼東西 你幹什麼東西 你給我問他 對... 不要... 不是你的 你是我 這位道長 請問關你什麼事 勾取回憶了 他有的包啊 請問你弄作 勾取回憶 而且他剛剛一樣 就是那種 部隊裡面最討厭的那種 最喜歡整理整理 慘媚的那種 對... 這種叫學長還得了 對 我們最喜歡整個就像這一種 但是他做學長的時候 最那個 對 最機車的 他一定會用那一照 然後再弄下面的人 不會啦 肯定會 人家那麼苦 你這個小馬子怎麼樣 有多苦 我們苦到叫不敢 我不知道什麼 叫不敢 我們剛開始以為之後 去拜拜籌告 戳到好籤 空軍少爺兵嘛 對... 神明要保佑我 帥喔 空軍 救命 大家踩沒了 空軍 後來一下部隊 是防炮 防炮我就算了 我就剛好 接到那次大移房 移房最辛苦 移房什麼了不起 我什麼叫移房 就是要把這邊移到那邊去 要走很久的路叫移房 當然啊 不然啊 那可是你要揹個槍 當然啊 你怎麼會這樣 這有四官少爺 你怎麼會這樣 你怎麼移房 我跟你講 等一下 我們聽聽看空軍移房 你們是從哪裡移到哪裡 我們是從桃園移到台中 終界有一段路 然後就走 也是半作戰半移房 對 要推炮嗎 那不用 可是要走路走到 走到天空地下就對了 也算是急行軍 走到口吐白沫 問題是 急行軍 重點來了 我就走 咻 口吐白沫 聽說走完之後 這個屬西部會破皮 稍當 你要穿絲襪啦 對嘛 穿絲襪 他不相信我 說要穿絲襪 真的是穿絲襪 然後腳底會破破皮 要放衛生棉 對 那夠娘的吧 看你那個樣就知道娘了嗎 是不是 而且只有他有衛生棉 結果你們這樣移房走了幾天 大概走了三天兩夜 那時候炮是 口徑是 三五塊炮 三五塊炮 而且有的還手搖的 有的是在海邊雕堡 嚴禁不能帶女生 一帶女生就出事 誰會帶女生 你敢帶女生 我看你就帶女生了對不對 不是 我是偷襯 他被帶 對啊 他看到 看到阿島長變女生 對啊 那個時候開玩笑 母豬是在貂蟬 對不對 那時候要是像這樣的人 一出現 那開玩笑出事情 我們是四點半 體幹班這四點半就要起來 四點半起來 以前有一個六百碼 以前就是 就想要捏捏 想要再去妥這樣 沒有這麼好 那怎麼可能 以前就是這樣 體幹班你進去是 因為你是士官 所以你一定要特別 去抓一些人來受訓 那那些人就受訓了 你才發現說 那十個兵裡面 有大概八個都是原住民 那原住民體能 我跟你講 以前要是那時候打仗 那派兩個出去就夠了 真的 那太強了 你知道那些人就永遠不會累的 我們出去打仗是比走 還是比跑步 都有 然後他是 譬如說以前一個六百碼 六百碼就是 不懂的 就是一個所謂的大操場 但是裡面有什麼 壕溝啊 牆啊 要翻 要幹什麼 五百障礙之類的 對 四點半鐘 全副武裝 所謂的全副武裝是什麼 要解釋一下 以前那個時候全副武裝就是 男生 把綁腿嘛 其實就是一個綁腿 S要帶 就是所謂現代的這個東西 叫S要帶 然後呢 圓敲 十字鎬 我們以前是還有圓敲 跟十字鎬的 是插在背後的 其實都很重嘛 對對對 然後水壺裡面是加滿的水 加滿水 然後鋼盔 槍 裝刺刀 對 彈夾 就這樣東西 所有東西在身上 大概也差不多十幾公斤了 全副武裝 你四點半鐘 一跑六百碼 那一跑六百碼 跑二十圈 你覺得那是人 二座的嗎 你乾班 我告訴你 我跟你講 你早上出去跑的時候 最累的就是因為 知道要早上這樣跑 他一個月會有一天 就是一個月會有一週 這七天都要做這樣的事情 但是那些人很聰明就是 譬如說我今天晚上吃飯的時候 我就可能會藏兩個饅頭 在包包裡 因為第二天早上我要跑 我一定沒有精神 沒有體力 所以我就一定要吃這些東西 可是原住民也很厲害 班長第一圈會跟著你跑 第二圈開始跑的時候 班長會停在那邊 你們就跟著去跑 他會在那邊看 原住民太厲害了 他餓喔 一口就吃掉 他不是 邊跑邊吃 他旁邊有草那些 抓來吃 抓一個 就是那個 他一拔起來 有一個圓圓黃白白的透明 像蘿蔔一樣 身體就打一打 那個土拿掉就 他在那邊刮下來 哥哥 我跟你說 真的 什麼東西啊 你不下去問他 你問他當兵的 大家都知道 因為他們很懂的 我覺得你會被出場 真的